春节烟花量听说已经超越了俄乌冲突的弹药量 我也想低调 实力不允许 好羡慕2024年春节 听说中国各地的烟花爆竹栏放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烈场面 让民众找回了久违的联味 2024年的春节比以往来的更热闹一些 一方面是前几年的疫情时间 没能够好好的放松过年 让大家十分希望让今年更有联味 听说打响第一枪的是江西人 在互联网上 江西一直被称为中国最没有存在感的身份 但在春节这句话是个例外 2月10日凌晨 如果美国间谍卫星观测地球 发现世界上有两个主战场 一个是乌克兰 一个就是江西了 良姐有过详情的人知道江西过年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江西内战了 江西人2月9号跨年的凌晨12点都回不了家 就不用回去了 因为街上已经升起了蘑菇云了 众所周知 古代过年方便炮是为了下奏年寿 现在江西人是要原地火化年寿呢 村里年底修的祠堂 江西人乍一晚上 初二就剩五成星了 大街小巷密集的火力网络 一夜之间倾泻的弹药量 足以让远在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泪流满面 有江西网友发现 自家的祠堂在炮火之下 已经濒临倒塌了 如果诸葛亮有吃不完的龙江猪小饭 能一路打到英国诺丁汉 如果李云龙有江西人的火力 除了解放平安线 还能解放苏德前线呢 地面炮火连天 天上直接飞龙在天 上次凤凰在天上飞 是哈尔滨文旅局 找辽宁界的无人机凤凰 这次江西南昌 直接在夜空布局了 2400架无人机 整出了双龙献锐的图案 江西前头各省不甘落后 全国网友在各大视频平台 完成了鞭炮产业的大摩底 今年刘德华演的是红毯先生 广西人直接把年寿炸成了红毯先生 而在湖北湖南的网友 从视觉上就知道了何谓敬畏分明 湖南人负责放 湖北人负责看 特殊的合作方式 让全网感受到了湖北人的高冷 总结而言 全中国这次春节的公式 从空气和噪音 双重物览上 找到了人们久违的年味 上次在讨论如何塑造年味的时候 还是2018年已经6年过去了 从鞭炮产业来看 这次超义气的全国性放炮现象来看 最先坐不住的是股民 春节吃完年夜饭 已经挖掘起了放炮概念股 有老股民研究发现 春节消耗的火药总量 已经超过美国对乌克兰 军援弹药总量了 要是鞭炮厂转型成军工厂 实力不可小觑 从鞭炮产业上来看 2023年江西地区生产的总值 达到了32,200.1亿元 但光烟花产业上 江西的万载线和上利线 烟花产值加起来就达到270亿元 江西生产的鞭炮烟花 可能省内自供都供不应求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 熊猫金控所属的湖南牛羊 更是鲁断世界烟花产业的存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在鞭炮领域 牛羊不只是中国的洛克系的马丁 更是鞭炮产业的硅谷 首先可能大家有所不知 中国最前沿的烟花爆竹产业 大多数是流氧生产的 先说近几年热门的网红产品 如手持加特林 还有阿尔法 机关枪 水母烟花 还有很多性能爆炸的冷门产品 也让人眼前一亮 仿佛拉开了美国军工厂 洛克希德马丁的大门 譬如说威力惊人的马格兰大炮 具有赛博坦之力的地雷炮 以及可以发出狼叫声的狼豪火箭 十分便捷的卡丘莎火箭车 能够装填子弹的超能太空枪 甚至流氧市政府为了规范花爆产业 还专门出台了相关文件 如烟花爆竹 土株类加特林 对加特林的生产及材料 做出了严格的限制 避免地区花爆公司 均被尽在的计划 其中美把加特林总药量 不能大于20克 最大允许总药量约为1200克 这种限制规范 总能让我想到 美国一些地区 限制民用步枪 不能全自动一般严格 靠着地方产业联动 四人公司研发创新 传统竞争力量积累 流氧不仅是中国最大的 春节军火商之一 也是全球烟花产业的战争之王 世界2023燕火大会 LFC11月23号在流氧举行过 流氧市银达利烟花燃放 有限公司领先的中国队 拿下了第一名 德国队亚军 意大利队 瑞士队 获得了优胜奖 如果说江西刮起了 中国春节的风暴 那么湖南流氧就是风暴也 流氧市的大摇阵 是世界上最大的花炮 花炮行业提供70%以上的花炮 原副材料和6%的烟花 2018年当年数亿人通过电视 看到大脚印烟花 一步步地走向鸟巢 让全世界惊叹的视觉艺术效果 同样来自中国的这个小小县城 也是国际上首次使用了 当时最先进的芯片里花炮 通过电脑控制精确点火 在规境的时间高度方位 朝向爆炸 组成了各式各样的文字和图案 为了应对鸟巢的高防火要求 两样花炮企业通过 中国曲折探索 研发出了充满高科技的烟花 让烟花发射实现了五指偏化 确保在鸟巢上空燃放的烟花 燃放后不能落火 不能有残渣 更不能有止血飘落 2024年的春节 中国各地的烟花炮出燃放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烈场面 不仅让民众找回了久违的宁味 也在全国范围内 引发了对传统文化 和节日庆祝方式的深刻反思 在经营了几年的口罩时期 和各种限制之后 人们对于能够自由庆祝的渴望 达到了顶点 国家层面也对烟花炮竹政策 进行了调整 为这种渴望提供了释放的途径 让春节的烟火 不仅仅是天空的光彩 更成为人们心目中 希望和喜悦的象征 只希望这场灿烂的烟火之后 中国人民能够彻底除旧迎新 万事如意 龙腾虎月 人和睦 龙张奉姿 神采书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 花华界周报 我们下期再会 我是安琪